大家晚安,我是吴界 今天的影片我想要来分享一则 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难忘的故事 我会在巴列岛用洞森的角色们 来模拟故事的场景 让大家更有代入感 那这故事要从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说起 我呢,就用远人来饰演吧 小时候的我呢,就像个悠闲系动物 做什么事好像都不太行 是个软烂的小学生 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呢 就由阿姨来饰演吧 她是我国小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跟阿姨一样,她是个喜欢运动 而且好胜心很强,喜欢拿第一的人 我和阿姨认识的时候 是升上五年级后上学的第一天 阿姨是因为搬家的关系 才转进来我们学校的 当时我们班上是以身高来排座号 号码越前面的就表示你最矮 非常简单明了的公开处行 而我和阿姨是班上最高的两个人 号码连号还被分配坐在一起 聊了之后发现我们连住的地方都在同一条街上 家里的电话号码还都是一样的数字 只是不同的排列组合 很快的就变成了每天一起上下学的好朋友 当时我最喜欢看悠悠白书 而她超级喜欢灌篮高手 我们常常会很幼稚的讨论 我们要当故事里的哪个角色 练习那个角色的招式 这应该是每个小学生都会做的事情 但现在想起来只是满满的黑历史 两个人互相影响 我也变成灌篮高手的大粉丝 我爱死翔羊队的藤真剑姿了 这角色有多影响到我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等下次我们再专门做一集来 就如前面所说 阿姨是个喜欢运动的人 我的学生生涯可以说是个跟体育无缘的人 但我会开始跟同学一起打躲避球 会加入田径队 还会加入篮球队 都是因为他会拉着我到处去参加活动 而我本身就只是一个想玩乐的软烂小学生 只要觉得好玩 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去尝试那些没做过的事 说走就走 我有的是时间 特别是躲避球在我们学校非常流行 搭上当时电视在播的斗球儿谈品 下课大家都在练习丢火焰球 学校除了有完整的躲避球场 还会举办班级躲避球比赛 我在球场上的能力值 是个把回避率点满的猴子 通常在比赛中可以活到最后 但是我不敢接别人丢过来的球 也丢不出强力的攻击球 而阿一则是个会把躲避球当棒球丢 丢球力道超级凶狠的人 有人被他丢到都会发出超大声的撞击声 像被枪杀一样 那在下课时他会教我怎么样的丢球姿势才会快 练习后我的球速力道有增加了 但还是无法丢出像阿一那样的重炮球 但我也慢慢的发展出了一套我自己的招式 斜眼球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斜眼球是个相当邪门的球技 一般情况下人类丢球会紧盯着目标 把球朝对方丢过去 而斜眼球则是看着A 用眼神给A压力以为要丢他 其实是丢向旁边毫无戒心的B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你说这不就只是个斜眼球 这个名字一点也不中二 我就是要叫他斜眼球 他喜欢运动而我喜欢打电动 那时我们家附近有一间类似现在网咖的电动店 给他们20块就可以玩半小时的超人游戏 我都会跟阿一偷偷用零用钱 一起去那边玩悠悠白书还是灌了高手的游戏 小学生的快乐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唯一可怕的是 因为店家离我们家实在太近 有时玩到一半会突然发现 好像有杀气 转头才发现自己的妈妈站在店门口对着我们怒事 那时不管我们20块的扣打还剩多少 都必须马上离开现场回家被修理 除了电动店之外 我们的零用钱大多数花在一间 开在我们学校对面的阿婆店 阿婆店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阿婆开的店 店里面贩卖各种骗小学生钱钱的玩具 例如各种塑胶玩具抽抽了 挤满一夜就可以换奖品 但是永远挤不满的卡册 那时还有流行过一些彩色小鸡 其实就是把一些小鸡 染上各种奇怪颜色的颜料 那我们这些无知的国小生就会买来 然后养在学校里面 一起照顾它们 喂它们吃米 想象它们长大之后会变成超炫炮的鸡 可惜这些鸡养没多久就全死了 我跟阿姨虽然会因为很幼稚的事情吵架 例如她很喜欢喂全龙 而我喜欢兄弟相这种事 但基本上很快就会和好 在五六年级这两年之间 我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玩 在放学的时候练田径 在假日时候约在老地方 见面后骑脚拉车到处玩 我们也发展出了很多 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笑话跟蜜语 而双方的家长也都知道 自己的小孩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像他都会跟家里人说 我就是那个家里买疼爱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快乐的国小时光 时间来到了国中 因为在国小田径队时 比赛有过好成绩 阿姨在上国中后 直接进到体育班 虽然说是体育班 但就是把国小时在体育比赛中 有过好成绩的学生们集中的班级 实际上课的内容 还是跟其他班级是一样的 很可惜当初要参赛的时候 我负责田径项目跳高 记录被一个同学不小心给破了 教练就让他出赛 我就做板凳了 不然我想我可能在国中的时候 也可以跟阿姨继续同班 上国中后我们再不同班 在学校能遇到的机会也少了很多 以前上下学我们都会一起走路的 但国中离我家大概走个20秒就到了 比在信义区过马路还要快 即使如此我还是常常睡过头迟到就是了 距离关系实在没有必要在那边互等上下学 但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 我们进了同一间英文补习班 补习班变成我们交换生活情报的地方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呢 他开始了解到升学的重要性 很认真的在念书考试 而我呢还是那个悠闲系的猴子 我只想在学校里面做一些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 一样的在打电动 一样的在动漫世界中沉迷 还开始迷上了霹雳布袋戏 但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 阿姨是个自尊心超高的人 他很不喜欢输掉的感觉 即使对方是我 有时候考试呢 我比较擅长的科目分数比他高 他的不满会全写在脸上 你这家伙没在读书凭什么比我高分 对 他不只会写在脸上 他还会直接讲出来 在充满升学压力的国中生涯中 我们还是会在假日 骑着脚踏车在老地方约碰面 然后去打篮球 游泳 看棒球赛 我到现在四百岁了 我的窄窄人生中 会在假日约我去做这些阳光式的 还是只有他而已 虽然不像国小时那样 整天在一起玩 但我们都还是彼此心目中 最好的朋友 很快的国中三年过去了 我因为兴趣的关系 我从宜兰跑到花莲去读日文 也可能是对日文 真的太有兴趣了 我从一个不念书的人变成会自发 预习 复习 上课还会认真听讲的好学生 成绩我一直维持在班上的前几名里面 而阿姨在升高中的考试中失常了 没有读到她的志愿学校 最后进入了我们当地的工业学校 因为相隔两地我又住校 见面机会变得超级少的 但是一有机会我们就会透过电话聊一聊 我跟她提到说我现在班上考试都前几名的时候 她就马上呛我 一定是你的学校太烂 我就知道这样跟她讲了一定又会激怒到她的骄傲之心 但此时我了解到我们现在都很有共识的 要考上好的大学 在各自努力着 高中的时候真的要隔很久才有机会在我放假回家时跟她见面 但我们见面也大多是她带我去从事一些很阳光的活动 当时的我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就像国小的时候那样 直到有一天我一样骑着国小就在骑着那台脚踏车 到老地方等她来的时候 她去骑着机车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跟我说不要骑脚踏车了啦 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游泳吧 我载你 当时的我呢在心里想 啊她一直在人生道路上面前进 只有我想停在过去 因为篇幅的关系呢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先到这边 后篇会再来讲一下我和阿姨上大学之后发生的事 当时的我呢其实没有想过 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